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是我们做的第12门wordpress课程 我感觉这份课程应该排在那11个课程的前面 之前的那些wordpress课程有讲基础的 有入门的 还有主题操作的服务器环境搭建等等 这些教程都是讲的是如何操作是如何做的教程 属于执行阶段的教程 而这个课程是不讲执行了 换了个角度算是网站策划阶段的课程 在执行阶段的前面 比如我们公司想做个网站 想了解一下怎么弄 需要多少时间多少钱做哪些准备 或者说 我听说wordpress做网站 性价比很高 花不了多少钱 但是不知道怎么做的 需要买些什么在哪买 再比如我想给其他公司用wordpress做网站 看看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才可以这么做 做这个课程要感谢一位同学的建议 下面看一下这个课程面向的群体 我感觉只要是动了想做网站面头 这个课程就适合你 特别是注重性价比的同学 少花钱多办事 我当初学习wordpress也是有这个想法的 还有一个是想给自己的公司做网站 或者是想学做网站 或者是想找公司给自己公司做网站等等 另外这门课程做国内网站和外贸网站都适用 学了这门课程会得到什么呢 请看这个课程的目录 我下面说说学完这门课程不会得到什么 第一如果是新手或者是小白同学 只看这门课程是无法做网站的 但是他会对网站建设的前期策划会有帮助 第二这门课程不会讲具体的操作 只讲网站建设的框架和思路 都是个人经验分享供大家参考 第三网站建设过程中会用到一些免费和付费的产品 我会根据个人经验推荐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 但是不会讲这些产品如何购买以及具体设置的细节 因为这些在之前的课程中都讲过 第四课程中会分析如何提高网站建设的性价比 其中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降低网站建设的投入时间 减少了投入时间就是节约了成本 常见的那些耗费时间的因素 在这个课程的后面都会做介绍 但是具体的操作和设置细节没有讲 因为网站是做出来的 经验这种东西是需要大量实践才能获得的 会者不难 难者不会就是这个道理 这门课程的内容都是围绕着 如何做一个高性价比的网站展开的 投入少产出高 这个投入指的是用金钱购买产品 还有具体执行人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 这个后面会详细讲 那么这个课程的课程介绍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可见